大家好,我是Stan 歌手Krushy在海外饭圈引起了种族歧视争议 而今天在IG上传了解释文 10月9号,在首尔一所大学舞台演唱的Krushy 在公演途中,Krushy走到观众面前与观众们做了high five 然后在影片中能看到,Krushy在一个地方做了这个手势 而当时没有被high five的这位观众亲自在推特发文表示 Krushy对我跟室友说了no,我们两个都有着黑暗的皮肤 high five跳过我们了,我是Krushy的老粉 每天都会听两次Krushy的歌,这真的让我们伤心 这个贴文马上就在推特引起了种族歧视争议 而因为争议变得越来越大,Krushy在IG上传了解释文 因为一千两年没有见到粉丝们,所以想要与粉丝们更接近一点 就走到观众前面与观众们high five了 在这过程中,因为有粉丝们为了击掌尔向前聚集在一起 为了安全,我在一些地方做了小心点的手势后经过了 可能是我的这个手势,让大家以为是拒绝high five了 给大家造成误会以及失望的部分,真的让我很伤心 以后会更加注意的 实际上看其他影片的话,Krushy确实是有一直反复 击掌已经让观众们小心点的手势 Krushy在黑人死亡事件的时候都捐款了,还在说什么狗话 晚上就算有灯光也很暗,而且大家都还穿着雨衣戴着口罩 手机都放在脸前,到底要怎么一下子认出你是黑人后不击掌呢 你们才不要种族歧视吧,所以每次都在小看韩国歌手就在那里挑毛病吧 他其实有拒绝这么多手,你们已经断定这行动是种族歧视 所以其他事项根本就不看进眼里 很多人说不像是种族歧视,你们就说是护航,现在竟然还有人因为前后点了解释文而去嘴 对于Krushy的种族歧视争议以及解释文,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10月11号凌晨1点40分钟,警方接到马路中央有车子停着电话后出动 在车辆内发现到正在睡觉的洗脑车员洗年森,警方叫醒他后要他接收酒策 但是被洗年森拒绝了,而因为洗年森乘坐的车是遭到盗窃的车辆,车主也表示不认识洗年森 所以警方目前以酒驾,车辆盗窃等嫌疑,对洗年森进行调查 而洗年森的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10月10号11点左右,洗年森与朋友们聚餐饮酒后,拿着餐厅支援给的钥匙回家的途中 停车睡着后,因为拒绝酒策而被警方逮捕了 而因为喝的太多,在是不是自己的车都不知道的状态下开车是无法狡辩的事实 让大家抽信的部分感到非常抱歉 因为洗年森在2007年4月也因为酒驾被逮捕过 所以目前网路上的反应非常不好 连是不是自己的车都分不清的话,到底是喝了多少酒 都几岁了还这么没出息,真的很想擦掉我的回忆 酒驾是习惯,说只酒驾过一次的人,就是只被逮捕过一次 平时应该酒驾过很多次,这是不能护航的 听说我爸身体不好,所以有希望你能健康幸福的生活 也希望能继续出专辑,这个消息真的是让我很傻眼 虽然你现在应该也会后悔,但是酒驾是习惯,希望能反省后悔改 永俊宏回归 Pilot前成员永俊宏,在2019年永俊宏事件的时候 虽然没有进行任何非法行为,但是承认过自己有进行不恰当的对话 而正式道歉,并为了保护highlight的名声,宣布退团了 而在退团4年后,将在10月30号以兴取回归,并公开了预告海报 周3» 空入鱿 Brook venidos几夜 一优优独播剧场。 蹲下单 欢迎订徿 完成 消息 期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